在山上杨柳村的村委会 村支书杨昌青正组织了村民 选拔施工队成员 明天要在谢老师的团队指导下 自己组装青钢架 主要明天搞钢架祖国 我们找这个培训人 找十个培训人 先报名吧 人多了我们再筛选 对柱子的桥 对柱子大脚 杨柳是我之前已经待了两个星期 现在是第三个星期 那么我是和这里的村民一起做基础 然后现在和他们一起组架子 主要我会觉得这里的干部 群众关系都挺融合 就是挺和谐的 江湖人就是天生挺乐观的 他就很喜欢开玩笑 喜欢快快乐乐的干活 他不喜欢绷着脸干活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套工作方式 盖房子方面比较特别 只要我们第一栋 我们带他做过以后 他完全可以掌握 像今天绿色架子就知道 前两家三家比较神苏 接下来就很快了 掌握接下来有点快了 完全没有问题 就好像今天上午 我们看他们组第一个架子 还很不顺利吧 可是现在组到第六个 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 有一个团队协作 我们在农村也都待过很长时间了 所以对他们的盖房子 其实我们一直是不害怕 只是到实际状况的时候 让我们更吃惊的运动 地震以后很多年轻人 全部都在外面打工 全部都回到四川 回到村子节餐与重建 那他们的那种工作能力啊 技术能力 相对之下都超出想象 那你家住哪儿 住在北京 住在北京 我也去过北京 是吗 对 北京打工嘛 也是在房地上 比翘 快 快 準備了 班 Arena 加油 加油 M7 加油 得到 而且今天看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不管是他們上架子 做任何動作 都很專業 雖然是一開始有點生疏 但是幾次以後就非常熟練 因為整個中國的城市建設 就是他們看出來的 都是農民工看出來的 所以你沒有任何的理由 懷疑說他們沒有辦法自己蓋自己的房子 完全沒有理由 對手跟著我 本院一定有靈感 run 前面對股股移動 為什麼不輪呢 離開了在外面 唯一就像是十分震貌 你在外面 紀錄到嗎 請問我 不論如何 沒有意思 感谢观看